一畫一世界 新聞看瞬間 大家好 我是周嚴 印度國會大選從4月11號開始 分多個階段舉行 直到5月23號結束 花了一個多月 因為選舉時間實在太長 大家都好像不記得它的存在 為什麼印度的國會選舉要這麼久呢 莫迪前往當地的一所神廟朝聖 她說來朝聖的目的不是求什麼東西 為的是和平 祈禱和冥想 這就是她提意見的冥想洞 裡面有供電 飲水設備和洗手間 提供三餐和茶 每次只允許一個人進入洞中冥想 去年參觀者不多 租金從一天3000盧比 也就是大約300多港幣 降到了一天990盧比 也就是大約110港幣 背景當中 選民正在排隊等候投票 畫面左邊的槍 卻更加地吸引眼球 這就是新聞圖片拍攝中常用的手法 前景中加入對比強烈的元素 印度有13億人口 一共有9億選民 印度選舉的特色就是時間特別長 印度國會下議院選舉 號稱是全球最大規模的國會選舉 經歷7個階段 29個邦和7個聯邦屬地 在不同階段投票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保安物流的需要 印度大選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 但是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選舉時 發生了暴力衝突 匯旋等不當的行為 需要大批的軍警維持秩序 這就是工作人員前往一個偏遠的村落 準備投票工作 森林 草原 沙漠 高山 在印度什麼樣的居住環境都有 選舉團隊要前往不同地區 往往花大量的時間 直升機 火車 船 自行車 甚至是駱駝和大象都是他們的交通工具 歷史上就有佔領投票站的事件 也就是一個政黨強行佔領投票站 在冒充登記選民投票 不過在警察維持秩序使用電子投票機之後 這些問題幾乎沒有再發生 警力有限 電子投票機也是有限的 只能把選舉分成幾個階段來進行 雖然官方的還沒有最後宣布選舉的結果 但是民調顯示印度總理莫迪率領的 執政聯盟連任機會非常的大 從經濟數據來看 莫迪的改革確實讓經濟開始狂奔 在莫迪執政的第一個財政年度 印度經濟就創下了7.4%的增長 成為增長最快的經濟體 不過不能夠抵消廢超令 對經濟造成的副作用 失業率高成為印度經濟的新隱患 下一屆 印度政府如何騎著這頭南亞巨像 在改革的路上繼續奔跑 這是對莫迪最大的挑戰 以上是今天經濟視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見